在华为巧克力厦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正忙着赶制新一年的订单 近几年 企业生产的巧克力产品几乎全部出口海外 订单快速增长 但由于货款回笼期较长 企业资金压力大 去年8月 通过首带续带服务中心 企业获得了500万元信用贷款 一下解决了燃眉之急 去年 企业出口额达1200万欧元 比2022年明显增长 在厦门 营商环境改革 始终与经营主体的实际诉求同频共振 通过设立首带续带服务中心 线上线下机场企业信用信息数据 金融机构服务资源 政府汇起金融政策和专项配套措施 有效降低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截至2023年11月末 共有41家金融机构入驻首带续带服务中心 发布产品281个 累计发放贷款308.38亿元 加权利率3.5% 紧盯先进城市最优做法 以改革创新为抓手 以数字化为突破口 目前 厦门已经形成系统谋划 清单改进 立法保障 信息化支撑等推荐机制 连续三年在国家发改委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前列 18个指标全部获评全国标杆 随着厦门市再创营商环境新优势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实施 厦门营商环境正式进入6.0阶段 改革是经济特区强大的内生动力 目前 厦门已在全国率先开展区域环评一本制管理 统一告知区域规划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具体环境保护要求 让片区内的学校 城市道路 市政管网等规划 包含的所有工程建设项目都能共享区域环评成果 截至目前 全市已完成环东新城 祥安中宅片区 东部体育会展新城片区 新机场猜错片区等 十个区域的环评工作 以高效能 服务助力 高质量发展 对于我们开发建设单位来说 区域评估改由政府主动买单 整体评价 我们可以跳过跑审批的环节 直接享用区域评估成果 明显实现了这样的增效 算下来 每个项目至少节约三个月以上论证时间 预计片期内超过80个工程项目获益 可节省环评文件编制费用数百万元 企业的切身感受 彰显了厦门深化改革的成效 如今在厦门 国企改革 环评审批 财政政策加金融工具 海洋生态修复 鼓浪与保护传承模式等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的改革经验 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 根据第三方机构评估 2023年厦门改革热度持续保持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前列 而持续不断的深化改革 也正为厦门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 提供新动能 如今 厦门坚持全市产业发展一盘棋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规划 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划分60个产业功能区 园区载体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现在厦门已经逐步形成了市区上下垂直贯通 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和一批特色的产业园区 接下来我们要按照市委的部署 立足服务国家战略 为相关领域在厦门的企业 提供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 通过破解长期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 由要求驱动向创新驱动逐步转型